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初我们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带着一个大使命的异象 因为那时候主任牧师是有一个牧师 在看到所有的华人都集中在圣甲谷地区 那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 使他们成为门徒 所以当初就在主任牧师的护照之下 我们就一批人 我们当时就叫福音团庆 就过来就接下这个帮子 就开始去做 所以我们很清楚 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圣甲谷地区的华人 而且是这些人也能够被栽培起来 将来成为教会的中间分子 我对教会最大的一个希望 就是继续穿福音 然后一定一定要有人起来 被造就成为门徒英雄 接下这个帮子 所以我们这个地区可以说是在全美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 我们曾经有画了一个超过三十平方英里的一个范围里面 我们可以有最多的华人聚集在这里 相信神让我们来到这里有祂自己特别的目的 在这25年当中我想最感到高兴 都是看到神的大人 就是说我们教会在 因为我们买这个教会 我们有很多的负债 我们十几年里面 刚刚开始一共有十七年的时间 我们每个月差不多要 不是每个月 就是我们总负债 差不多将近一百万 后来在200年 我们开始 我们就有个运动 就是说好 我们因为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事工 要能够放手去做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我们把我们的负债先还清 所以在200年到2003年的时候 全教会同心合一 把八十五万块钱筹出来 一次过还清 这个是神贵我们的能力 每个月的花是爱 主日学是弟兄姐妹认识圣经真理 和得到造就的主要活动 团契是弟兄姐妹之间操练彼此相爱 彼此学习 还有灵命成长的重要组织 教会多年来一直参与和支持本地 以及海外各地的宣教工作 也有从本教会栽培和拆派出去的宣教室 每年母亲节和圣诞节 各堂都举办福音外展的晚会 吸引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 把福音这大好的消息 传递给邻近的社区 借着教会多采多姿的活动 许多人的生命得到神的触摸和更新 不但弟兄姐妹个人得利 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也要为神国得地 我们的社区关怀工作 包括了新春的元宵节摊位 我们向游客介绍基本的福音 我们也服务街头露宿的游民 探访老人中心 送爱心到第三世界 支持社会公益活动 发出正义的呼声 感谢观看